先把那個上面這個功能 公式裡面切到名稱管理員 公式裡面切到名稱管理員 那請請各位注意一下 名稱管理員裡面已經有一些名稱了 請你先把這個名稱全部先刪掉 我們重新建立好了 那這個名稱主要的用途是以後 我只要按F3 我可以帶出我已經定義好的那些名稱 那等一下我們會定義總共有 有12個名稱 我們重新定義 第一步我們先把這個刪掉 刪除 按確定 名稱管理員有沒有找到 對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有沒有公式 公式 2003可能要少一下 可能不太一樣 把裡面的東西先刪掉 OK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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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管理員 這邊有名稱管理員 全部刪掉 全部刪掉 我們重新定義一下 裡面是空的 OK 第一步 應該都找到 第二步的話 我們建立總共 12個名稱 第一個是 這個總發行股數 所以你記得 先點一下 C1 C1 C1的儲存格 點一下 定義名稱 他會自動帶出名稱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 優標放這邊 總 把名稱帶過來 按確定就好 確定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名稱就OK了 第二個名稱 分配盈餘 分配盈餘有哪一些 這邊要分給員工的 然後定義名稱 一樣 分配盈餘會帶過來 確定 第二個名稱 OK 那你會發現 名稱管理員裡面會多兩個 這兩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 以後 那個分 就是 哪一個 以後就用名稱來代替 再來增加八個 哪八個 A蘭到H蘭 把它變成什麼 八個名稱 如果八個名稱 要怎麼做比較快 我建議 優標放A3 Ctrl-Shift向右 再向下 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範圍 全部都 選起來 那你要怎麼全部 有八個欄位 要建八個名稱 很簡單 在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功能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 從選取範圍 選取範圍 頂端列 記得喔 先把那個 A3 一直選 Ctrl-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說 每一藍的上面名稱 就是我要定義的名稱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名稱 抓到 名稱管理員裡面 那這樣的話 我們選了八藍 他會幫我建八個名稱 OK 按確定 好 那你現在看一下名稱管理員 他會有一個什麼呢 股東姓名 看一下 點一下下面 下面有一個那個 參照道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點這個參照道 這個範圍 他就幫你選好了 有沒有 就是 底下的 股東姓名 就剛好 對照到底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以後 我們也是按F3 就可以參照這些名稱 所以 我們已經定義了兩個加八個 最後呢 請你點到那個 配股數量表 把配股數量表點兩下 按 Ctrl-C 把這個上面的範圍 不包含 藍位名稱 做什麼 給他一個名稱 那怎麼定義比較快 剛剛我們有用到那個定義名稱 也有從選舉範圍界 這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快是直接在 上面有一個叫 名稱方塊 點它一下 直接在這邊 把剛剛的名稱貼上 Ctrl-V 或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 定義名稱也可以 反正這邊方法都OK 然後Enter一下 Enter 配股數量表就指這一塊 稅率表一樣 點兩下 Ctrl-C 選取什麼呢 選取這個 從B1 一直到E3 E3的範圍 記得選的時候也不要選到 前面的那個列的名稱 然後呢一樣在上面 把名稱貼上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叫 稅率表 Enter 記得要Enter 因為沒有Enter 名稱不會幫你定義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吧 反正我們現在 前面的前置作業 都是在做什麼 定義名稱 那以後我怎麼把那些名稱抓出來 F3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 你定義完之後 在任何儲權格上面 按F3 它會跳什麼 跳名稱出來 剛剛你定義的名稱 就變成一個下拉清單 那以後呢 你要哪個名稱 用選的就好了 也就是說 用名稱 代替剛剛的範圍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這有點像 資料庫裡面的 關聯式資料庫 以前的關聯 關聯來關聯去 其實都是用名稱來代替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定義 總共會有 名稱管理員 剛剛定義完正確的話 應該會有 兩個 上面兩個 然後8個欄位 再加 什麼 佩普數量表 再加 稅率表 OK 所以總共會有12個名稱 那這12個名稱要做什麼 切到配股數量 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業績 股東姓民他業績是1450萬 應該分配到多少股數 其實你可以切到配股數量表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你會發現業績萬元為單位 配多少股數 比如說1000萬到2000萬 是配 3萬5000股 所以 當然理論上你不是說叫你切過來 然後 看一下這邊輸入3萬5000股 有沒有 然後 換下一個 890萬 他應該配多少股呢 25000股 25000股 那如果你是這樣在工作的話 你可能 很難下班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很多股東啊 那你每個都要算的話 不得了 所以 這個地方呢 當然我們就是需要什麼 用 查的方法 那怎麼查 游標一樣放在第4 插入函數 使用檢視與參照最下每個 叫VIRU函數 查什麼 查那個他的業績 業績 因為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除以多少 除以1萬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除以1萬 去哪邊查 按F3 去配股數量表 按確定 查什麼呢 游標放在 第3個格子 再切回到第2個 去配股數量表裡面的第幾欄呢 1 2 3 查一定是查第1欄 我剛剛講過了嗎 那你要帶回來第幾欄呢 這邊總共有3欄 1、2、3 我要第3欄 所以你這邊輸入3 那比對方式呢 要完全一樣呢 還是要找接近的 你看一下配股數量表 他第1欄是 500 1000 2000 那有沒有剛好1400萬 1450萬 好像沒有嘛 所以呢 找接近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的 找接近記得喔 第4個 參數呢 請你輸入多少 剛剛是0 0是完全一樣 1的話呢 是找接近的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請你不要輸入錯誤 輸入錯誤 後面就會全部錯了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分配股數全部做完了 全部幫你查完了啦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上面的那個公式喔 其實也會比較可理解 為什麼 因為上面 配股數量表 他不會是 很長一串的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 金探號 哪一個範圍 那你如果要向下填滿 你要再按F4 兩下 這個就不用了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一個名稱 都不用 按F4 因為他是固定的範圍 OK喔 所以第一個 現金鼓勵 那怎麼算 那你不會沒關係 切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題目裡面 這邊有一個什麼 現金鼓勵他說 原油股數 與 分配股數 所以與 加 分配股數 的總和 除以 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 分配盈餘 那有的人光看到這一串 可能 就頭暈了 但是其實 如果你把它定義名稱之後 其實很簡單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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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那只要把公式 了解一下 那這個公式主要是什麼 原油的股數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我們就 游標放在上面 等於什麼呢 F3 原油股數 所以你找到原油 原來他有的股數 加上 F3 分配到的股數 F3 然後呢 先加 所以就是 小瓜補 先加 先瓜補起來 除以什麼呢 題目是除以 總發行股數 所以除號 F3 總發行股數 你其實可以不用知道 裡面放在哪裡 在層上 什麼呢 分配盈餘 所以F3 分配盈餘 然後按檔勾 向下填滿 就做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以後的話 反正那個公式 你都可以用什麼 用名稱來代替 完全可以看得懂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不用名稱的話 完全不知道這個公式在做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好 這個地方 為什麼 可以用名稱來代替範圍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名稱 基本上 是有意義的 而且可閱讀性比較高 那稅率的話 要怎麼算 稅率 題目 有一個提示 稅率的話 是什麼 原油的股數 與分配的股數 再去查一下 稅率表 那特別注意好 稅率表 我們來看一下 稅率表 裡面的話 切到那個後面的稅率表 稅率表 你會發現 他的藍位名稱 跟剛剛的配股數量表 不太一樣 配股數量表的藍位名稱 是在上面 可是呢 稅率表的 藍位名稱 是在 左邊 如果你的藍位名稱 在左邊的話 特別重要 不能用微軟函數 微軟函數 主要是針對 藍位名稱在上面 如果你藍位名稱 在 左邊的話 記得用 HLOOKUP 不能用微軟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稅率怎麼算 原油股數 加分配股數 我的習慣先把前面 剛剛用到 原油股數 加分配股數 括弧 C 先複製前面的公式 再到稅率表裡面 插入 一個函數叫 HLOOKUP HLOOKUP OK 然後查什麼 查剛剛的東西 所以把剛剛我 這個 原油股數 與分配股數 因為前面有 所以把它複製 貼上之後呢 除以1萬 因為還是以萬元為單位 第二個對照表 F3 我去哪邊查呢 去稅率表裡面查 這來的話呢 查回來是第幾列 切到稅率表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 這個稅率表 這個 1 2 3 那我要查的是 第幾列呢 第3頁 有沒有 看得出來 這個稅率表裡面 查詢的話 我要第3頁 所以輸入3 那比對方式 記得輸入1 也是早接近的 因為 我這個地方 128.5 在這裡面沒有一模一樣的 所以記得 比對的話 比對接近的 那接近的話 一樣是1 按確定 稅率表就查 稅率就查出來了 扣稅後的 現金鼓勵 這個題目裡面也有 他說什麼 要現金鼓勵 乘上 1 減掉稅率 所以呢 我們一樣 在這邊 用現金鼓勵 所以一樣 等於 F3 現金鼓勵 有沒有這個東西 現金鼓勵 乘上 1 減掉稅率 1 減掉 稅率 F3 稅率 OK 把這個稅率 找到 然後呢 記得 他要我們先 刮回起來 現金鼓勵 乘上 1減掉稅率 打勾 OK 這樣的話 就 全部算完了 其實就照什麼 反正只要有公式啦 你如果未來 知道說這個公式 那你可以把那個範圍全部都定義成名針 以後配F3 F3 其實很快就做完了 那 排名的話 也是一樣 最後用那個插入函數 排名的話 這個地方 可能需要用到另外一個函數 統計裡面 如果你要算排名的話 請你用RANK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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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RANK 特別注意 這個RANK函數呢 主要 如果你今天是2010的版本 或以後的版本 它有個RANK.EQ 可是2007以前的是RANK OK 這個地方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是2010的 所以我用RANK.EQ 按確定 按確定 那它這個排序的方式呢 就是問你第一個問題 你要查的 就是你自己的這個資料 去哪邊查呢 跟哪個範圍比 跟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所以 REF是參考的範圍 F3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是 它的那個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跟其他人比較 其他人就整個啦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個範圍裡面 比一比 那它排第幾個 排第35 按確定 那其他人呢 點兩下 各位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第1名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可以領多少 3700多萬 一齊類推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所有的人的那個 這個 排名給算出來 OK 基本上你只要照著什麼 題目裡面給我們相關訊息 也可以把這個東西 全部做出來 那請各位 這部分試試看 第一個當然你要把名稱定義好 因為 如果12個名稱定義好之後 後面的話呢 就是按F3 F3 它就調出來 那你就是照著做就對了 可以試一下 算排名 我們在這裡 看到這裡 的 小 咀嚿 有 真的 是